您好 欢迎收看8月28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联先长徐正蔚约见了新任的花联邮局局长图志平 期间讨论到了新政府和邮局长期以来有业务往来 并且受疫情的影响能和偏乡服务也有共同之处 期待未来可以有更多互利互惠的合作 花联邮局局长图志平表示 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邮局前面推动作为化 推动邮件的时候不但能够减少民众在签收邮件的时候 接触也能够保障幼居同众们健康 虽然许多表示疫情影响的缘故长期以来重视教育 教育预算超过一半 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教育成果浮现 疫情期间就被教育部选为远距教学的示范现式 让花联学者的数位学习不受疫情的冲击 邮室基层出身的图志平表示 偏向邮政服务室有中华邮政提供 竞争花季的时候六十诞生与刺客山都会加设临时油桶 方便游客来寄送 现在许中原回应认为宪政推动更要顺路偏乡 才知道民众真正的需求 许中原关心旧油桶的处理方式 主持人表示目前都有妥善回收保管 对许多民众都有使用油桶的经验 许县长也认为可以和文化局研究合作 让回旧物品能够寄当出新的火花 对年底将要来的原住民联合不年杰 虽然许中有利邀囚局长能够共向胜举 记得请订阅华市伯老